再來看到這禮拜 台股的加全指數超越了港股的恆生指數 出現三十一年來的第一次黃金交叉 對港股來說 則是後世偏空的死亡交叉 過去是東方明珠的香港 它跟中國的緊密關係越來越明顯 在當地設置總部的中國企業 去年已經正式超越美國企業 這樣的作用之下 讓香港的命運 它跟中國政策 還有中國的經濟景氣 緊緊綁在一起 過去這樣是一個機會 但是現在也變成一個累贅 華爾街日報就指出 香港作為全球資金進入中國的門戶 過去被各個跨國企業當作是珍貴的特點 但是現在的地位 這樣的一個地位 反而變成是一大困境 香港股市最近表現非常的弱 最主要就是受到在香港挂牌上市的中國企業 它的股價下跌的拖累 這些香港的中概股 原本是港股市值飆升的大工程 但是您看到過去三年來 中概股市值不斷的下滑 拖累到港股的整體表現 這也讓小股民承受巨大的虧損 讓香港的IPO市場陷入一片死急 本來需要瘋狂加班的投資銀行從業人員 它瞬間變得非常的閒 當然他們獲得的獎金也大幅縮水 畫面中圖表您可以看到 這是歷年在香港IPO的企業它的籌資規模 可以看到這兩年金額大幅的減少 今年甚至只有46億美元 創下22年以來的最低紀錄 跟過去十年的平均相比 已經少了整整百分之85 另外香港過去是跨國企業進入中國的渠道 如今隨著他們大舉撤出中國 香港變成跨國企業大撤退的敦克克 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企業 它把地區總部撤出了香港 我們就拿美國當作例子 把地區總部設在香港的美國企業 在過去這兩年明顯減少 到秋年為止已經降到只剩下240家 對比之下 中國企業數量倒是快速攀升 秋年已經來到250一家 這也是過去至少30年來 第一次超越美國出現了黃金交叉 除了金融市場跟跨國企業的布局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這個香港餐飲業的業績它明顯也受到了中國的影響 由於中國的物價陷入下跌 很多的香港人他就不在香港買東西了 乾脆跑到附近的深圳消費 再加上前往香港的中國遊客 它的消費力跟以往比起來也有差距 這兩大因素加起來導致香港當地的餐飲業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復甦 我們從官方統計可以看到 香港的餐飲收入還沒有回到疫情前的成長軌道 今年第三屆總輸入大概是271億港元 連續兩劑都比起前一劑下滑 香港的經濟噴嚏打不停 這跟中國經濟持續狂山寒風脫不了關係 今天公布的一項最新數據就再次證明 中國的經濟復甦還是沒有站穩腳跟 這也進一步推升政府將會加碼刺激的預期 畫面上這項數據是官方的製造業 採購接鄰人指數PMI 我們以這條紅線當作景氣擴張或是萎縮的分水嶺 您就可以看到 在中國解封之後 其實這一個數據曾經一度升到52.6 也就是將近11年的高點 但是後來就很快地回落到50以下 今年的9月份 PMI又再度超越紅色這個熔枯線 外界本來認為已經穩了 景氣應該要走上復甦軌道 沒有想到在10月份再度跌破50的關卡 黃色這個是今天公布的11月數據 甚至進一步下滑到49.4 象徵景氣加速萎縮 此外衡量營建業跟服務業景氣的 官方非製造業PMI 在11月也同步下滑到50.2 就快要跌破50的熔枯線 那雖然現在中國的經濟低迷不振 但是整體的失業率沒有跟著上升 這樣就可以放心嗎 恐怕還是想得太美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其他的非官方數據 您就會發現 這狀況真的沒有這麼樂觀 我們決定來說 畫面上這是一家總部位於法國的公司 它透過網路上的職缺數量變化 來觀察中國的職業市場 結果發現整體的狀況其實非常的弱 自從今年的2月份以來 中國網路職缺的數量比起一年之前 都變得更加的少 也就是畫面中您看到黃線的這個部分 而且它的減幅是越來越大 雖然後來情況出現了改善 但是最新的數據 還是有將近四成的減幅 代表的是中國的職業市場 還沒有出現恢復的激少